我講一下就是我們在運工的時候用手會出力的方式 那簡單的講就是說我們是用一種這樣推的這種力量在出力 其實可以先這樣練 就是說如果你的手的動作可以做到像這樣 它看起來是柔軟的 這樣就算是好的出力的方式 那我們先講一下為什麼就是出的力量要柔軟 或者我們會說有彈性 就是因為基本上原理就是說 我們在運工的時候就是說其實工是放在弦上面 所以其實你一面運工 可是其實工同時會影響弦的震動 那我會有個這樣的比喻就是說 譬如這個是弦 然後我們運工的時候這個是壓力 然後譬如我這樣的壓力就是有彈性的 所以當我有彈性的時候我弦是可以震動 那如果你今天是壓緊的話 這樣弦就沒有辦法震動 所以就是我們要給的力量是 就這樣是有彈性的力量 所以你才能夠一面就是壓動弦 又會盡量不影響弦的震動 所以這就是最根本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出的力量一定是要有彈性的 然後彈性這個觀念呢 就是說在這個 這個教科書還算蠻有名的 它其實就 我給你看一下 它講右手第一個講到就是彈性系統 這邊 那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道理 就是你今天如果出的力量是沒有彈性 它就是會影響弦的震動 所以就是 所有出的力量都必須要是有彈性 所以只要你出的力量是沒有彈性的話 它的音色就一定是有問題的 所以就是我們在做任何的力量都一定是要 在有彈性的前提下去 去做這個力量 這個是就是出力的基本 然後彈性的機制有一個比較簡單的講法 就是說我們的出力是要從比較遠的地方 像我剛剛的比例就是說我從這邊出力 從這個地方出力 就很像譬如我手背的關節 就是上背跟下背 那我從這邊推 從這邊出力 這樣就會是比較有彈性的 然後 那相對於來說就是所謂沒有彈性就是說 例如我只有從這邊 那這樣你就可以看出來這邊到這邊 它就是關節很少 所以它就是力量會比較硬 所以就是相對於這樣子 這樣就是比較軟的 然後我們先講一下這個原理就只是這樣 就是這樣推 推的動作其實不會太難做 就是說譬如往前推 應該是大家做起來都不會太有問題 那小提醒你需要的方向是 就是譬如你請加起來 就是公要往這邊 這個方向 所以你必須要做這個方向推的動作 那這個推的動作就是有點難 這就是 其實是要另一段時間才能夠做得出來的事情 因為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 我們必須要推這個方向的時候 你如果可以感覺到的話 其實手的肌肉是要怎麼這樣 扭轉過來 那如果你的肌肉沒有經過訓練的話 就是說其實一開始是轉不過來的 我可以示範一下就是說 一種我右手拉琴的感覺 是這樣看起來輕鬆 那你如果看我用左手拉 我拉V弦 你們看得不看得出來我這邊就會很僵硬 就是說 例如我如果要拉全弓好了 你看我必須要這樣整個 抬起來我才能轉的過來 那右手因為它的肌肉是鬆的 所以 所以我不需要這樣就可以 我不需要做出這個動作 就可以把手伸過來 那就是因為我是跟肌肉已經拉鬆了 所以就是說 嗯 其實你要能夠做到柔軟的動作 其實是需要有前提 就是譬如你的肌肉是要鬆的 然後 那這個肌肉拉鬆的動作 它其實就很像拉筋 就是你其實就需要時間 就是慢慢去練它才會越來越鬆 那所以就是說譬如 你剛可以看出來我左手是沒有 左手沒有什麼在練 所以它就很硬 然後所以右手練過它就是很軟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東西就是 你必須要 你要可以感覺到你自己緊的地方 或者你可以偷看影片去看出你緊的地方 然後去特地的去 就是加強那邊的運動 它才能夠慢慢放鬆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 你的身體還不夠柔軟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你就算知道道理 你也是做不出來 那這個是 比較少人講到的地方 就是說其實要做出柔軟的動作 它是有客觀的生理的條件 不是只是說你知道道理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我這邊是特別強調一下 就是說 就是說譬如 它完成的動作 看起來是這樣 是要柔軟 然後如果你現在還做不出這個柔軟的動作 就是其實你不一定要拉緊 你平常這樣子練習 各種方向練練看 然後就是看什麼地方比較緊 讓它去慢慢可以電鬆 那 我自己一開始練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邊剛剛會 會蠻酸的 然後就是譬如快的動作 慢的動作 譬如拉快的運功 會是這樣的感覺 就是好像甩的 一開始練還蠻 手還蠻酸的 那總之就是說 我覺得初學比較會 比較不會用到 就是說你可能會用這個 這個力量 所以會這樣子拉 那這樣拉跟 就是 這樣感覺就是 手在甩的動作 感覺是不一樣 這樣感覺就是 有沒有比較用力 然後這樣是比較柔軟的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 那 我現在講的是 主要是講這一段 就是這邊是比較大肌肉 那其實大肌肉是比較好練的 所以我們會通常先練大肌肉 然後比較難練的是這一段 就是手這一段 那 所以最後全部要 要能夠好運功 就這邊都全部都要會 那我是覺得這邊可以先練 那小的 小肌肉就是指 就是運功的時候能夠 手指是有動作的 然後這個算是非常難練的東西 那我覺得只能先簡單講 一些簡單的練習 就是有 其實是有一個 有一個外國老師他有這樣教過 他可以教你先 類似做這樣換弦練習 就是說其實 這個所謂看起來很柔軟的動作呢 他其實是 簡單說是有兩個姿勢組成 一個是這樣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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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所以先透過就是 先透過就是 你必須要熟悉 這兩個姿勢的變化 然後久了之後我可以 就是我還是利用手背去帶動 然後帶動的話 他會 他會自己牽動手指 所以就是手指並不是主動去動的 那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講手腕 是因為就是說手腕並不是自己在動 他是被帶動的 就是 我們基本上在運功的時候 整個手背都沒有用力 就是你的手要像殘肺一樣 就是 你看我拿著棒感覺是這樣 就是 我從這邊出力 所以這樣整個手都是 整個手都是這樣軟軟的感覺 所以我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運功的狀態是這樣 就是都是從三面出力 那 上面出力會比較難 因為這邊距離很遠 所以你 出力力量從這邊傳到這邊 是有一個 譬如他是有時間差 就是力量會比較慢過來 然後會有 因為有距離的關係 所以他的 就是 控制是比較間接 那就會比較難 那反正這就是 一個協調性的練習 那 簡單來說 初學的人會先從 比較近的地方 從這邊控制 然後慢慢練到這邊控制 那我就接下練到這邊控制 然後這邊 這邊只是一個 一個階段 這邊還有更遠的地方 就是我們最後可能會講的是身體 還是什麼 肚子 所謂用丹田出力 都還是可以影響的運功 那就是 再更進一步的東西 那 但是我覺得 就是 通常是可以先講到這邊 就是至少你要用到這三個關節 來 來做你的手背的運動 我錄一下之後 我曲折慢動作 那你看 你不能看出 就是 這些動作要怎麼做 所以說 被我等 那後面是輕的 那我從這邊帶動 所以這邊 這邊會先動 那這邊比較有玩起來 先 先這裡 那理論上換弦 我也是 這邊 這邊先 就是這邊先 這邊後 我這邊先上 好 你不能看得出來 就是這邊應該很明顯 好 那一樣這個動作 它其實是從這邊帶動的 就是這邊先 這邊先下 這邊先下 所以 然後這邊先上 先下,然後先上 我反過來說一個就是說假設就沒有這個 就是這邊是硬的 他會就是沒有任何緩衝 他能不能去了解就是說為什麼彈性的力量會造成性的差別 大概就這樣了 大概就這樣了